原标题,张杰为Live2互购手发多重风格,张写音乐态度2018年,华语来访张杰的Mixpop音乐计划正式启航,EP为Live已经推出旧广受考评, 也发一股热潮,8月10日,不复粉丝的热情与期待,张杰又一次强势回归,全新EP为Live2在酷狗音乐上线,再次掀起Mixpop浪潮,张写张杰独特的音乐态度,这张全新EP为Live2是张杰基为Live的又一续作,EP中的三首歌曲风格迥异,不仅包含新鲜摩登的编曲, 更有国风元素与EDM这种古典与现代的音乐碰撞,完美诠释了张杰对Mixpop音乐风格的进阶,完全没有辜负广大听众的期待, 其中主打歌曲《一路之下》的MV有于金玉同步上线,极具美感是一的歌词,像宣言一般的演绎,逃出了拥堵的人们自在而歌, 给更辽远的山海技术向往,张杰更是用独特的表达方式,狠狠炸开这个让人疲倦的时代,给粉丝带来无限大的惊喜。 在之前发布的Waylife第一张EP中,张杰的全新Mixpop音乐风格出展锋芒,得到了广大歌迷以及业界专家的肯定, 而此次上线的全新EPWaylife二在Mixpop音乐风格上,更有了进一步的提升, EBM国风、绿、洞等都是区别于上一张EP的音乐元素,打破了更多音乐界线, 以一种更新的音乐表现方式,让舞台突破空间的壁垒,做到让每一次聆听,都宛如身在现场, 给听众们还原了一个更为一体的Mixpop音乐风格。 这同时,也是张杰对自己的音乐梦想,让有花缘的地方就有张杰的音乐的持续典型, 更加多元的音乐风格,变更加的世界。 在这张EP里能充分感受到张杰所要呈现给大家的,属于他的音乐世界, 张杰在Mixpop音乐上的追求,从来只有更加没有最佳, 此次除了在付购首发的全新EPWaylife二, 未来群回演唱会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, 希望张杰在裤斗榜单上,取得优异的成绩的同时, 大家也能到现场去感受这份Mixpop的音乐理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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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